HELLO 大家好 我是浩宜 那今天是巴黎時間3月15日 然後早上的10點 想記錄一下就是目前巴黎的生活 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那就是帶大家一起探鏡囉 現在人真的超級無敵少 其實我剛剛戴口罩就有點被目測 算是說就是路上也有很多人戴口罩 那今天呢是法國就是封城令的第三天 其實應該是Coronavirus的 confinement 但是其實我不知道怎麼會翻成中文 然後呢所以今天天氣真的超級好 大家看看這個窗 Oh my god 所以呢就是耐不住呃 待在家裡的我決定要寫這張 就是已經寫好的這張榮譽證明 然後等一會就是出去跑步 那就是大家如果要出門的話 記得一定要帶就是你的護照 或是你的拘留證 不然被查到的話可能會被罰錢喔 所以呢等等就跟著我一起出門跑跑步吧 所以我剛剛這樣走下來 你看這條街其實就只有我一個人 沒錯 就是雖然說大家可以出門走動去跑步啊 或者去買東西 但是其實實際上 我覺得目前巴黎人的概念就是說 他們還是寧願待在家裡面 第一是怕麻煩 第二是覺得出去外面還是會增加自己被感染的風險 對 對 嘿大家我回到家了沒錯 所以剛才就是帶大家走巴黎封城之後的樣貌 那如果你還想要知道更多 更多關於巴黎封城的細節的話 就請你持續關注Open巴黎粉專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